不相信北市確診數只有八千多例 但猶有隱藏黑數 木炸機場車來速上線第一天 柯文哲親自視察 現場民眾肯定防疫 柯市長順勢宣布 北市親子防疫疾門診 十二號開始要下修年齡限制 資源比較寶貴 親子兒童防疫疾門診 從明天開始就是十二歲以下才用 其他的我們就看大人的就可以了 確診洪峰來臨前 柯市長步步為營 不過原定三點半的疫情記者 會因為副手黃珊珊確診 柯文哲改為親子作證木炸 防護市長這一陣子太辛苦了 我跟你講 我發現他瘦掉太多了 跟他講說你昨天瘦這麼多 太操勞了 這個沒辦法 我跟你講 這個國難當前 黃珊珊確診 柯文哲人不受影響 他的抗疫神體值也讓人嘖嘖稱奇 包含三月二十二號出席智慧城市論壇 同場有外賓確診 市府媒體事務組替代疫染疫 四月十六號和中華智慧運輸協會開會 事後貴賓確診 四月二十七到議會報告 同場在場的議員侯漢廷也確診 五月份又接連傳出隨後和黃珊珊快篩陽性 前前後後已經躲過六次染疫危機 不過柯文哲日前透露秘訣只有一招